最近在三支石门都可以见到微笑单车站据点设置 一旁还有电动机车租赁站的踪影 而为了关心绿能观光的进度 是一员郑宇恩就前往了双弯自行车道市场 进来到三支潜水湾石门白沙湾的双弯自行车道 可以见到微笑单车的车柱已经设置 不过脚踏车都还没有进驻 还有微笑单车的站点旁也出现了电动机车租赁站的踪影 为了关心启用的进度 市议员郑宇恩也来到双弯自行车道试查 看看目前绿能车站设置的状况 是在我们的潜水湾还有我们的白沙湾 这两个双弯有一个自行车的租借站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石门的白沙湾 这边可以看到也坐了25驻 以后会有50台的U-bike进驻 那就希望可以串联我们整个青春的三海线 从淡水三枝石门然后一路可以骑过来 微笑单车的部分在三枝石门两具点 更有25驻也就是有50步脚踏车的设置 目前租借站的主机以及车柱都已经摆放 只差接电与等待单车的配送 预计今年6月就可以启用 而一旁的电动机车租赁站则是有望在4月提前来启用 不仅是淡水地区我们三枝还有石门地区都会有电动机车的租赁站 那预计一开始一个电动租赁站会有电池的交换站 还有两台的租赁车做投放 所以说未来大家也可以像是U-bike站一样 骑着电动机车来我们北海岸观光 那可以在定点做租借 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设置呢 确实可以带动一些年轻人来我们北海岸做一个旅行 所以希望这个设站的机制可以赶快的接电啊 还有整个设站都可以赶快的弄好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青春山海线可以赶快来进行 可以进到知名电动机车的招牌高挂 旗下的机车电池交换站也已经准备就绪 市医员表示未来启用之后 游客可以在潜水湾这个站点租借到电动车 顺着北海岸观光沿途还有电池交换站 不怕骑车骑到煤电 既有微笑单车与电动机车等绿能观光 要让市府推行的青春山海线可以更易打与深入探访 刺激北海岸的整体观光发展 记得阿平函三支采访报道